巨人和歐利市前一晚苦戰十一局後落敗 三連戰地二場交手派出田口利斗掛帥先發 賽前以防禦率1.73傲視央連 不過開賽卻顯得抖抖的 馬上面臨一出局一三雷有人危機 接下來小谷也容易敲出滾地球 護送隊友跑回第一分 田口的狀況還沒完 隨後兩出局一三雷有人 輪到踢鋼田上場打擊 三四月MVP得主向中這個偏高球路 打成中右外野方向深遠飛球出去了 三分打點全雷打 同時也是本季第十三轟 幫助球隊首局就持下四分打局 相較於對手開賽就棒子火燙 居然面對本季戰機僅一勝四敗的歐利市 先發逃手松葉貴大 打線卻是遲遲無法突破封鎖線 一直到四局下 村田休一才敲出團隊守安 來到五局上歐利市攻勢在一起 靠著寶宋和安打一出局後攻佔一二雷 接下來中到轟支敲出中間方向 落點巧妙的安打 幫助球隊再下一城 使得填口力斗主投五局被敲出 八安則是五分 而中到轟支這支安打後來也證明是 價值連城 因為巨人軍下一局吹齊反攻號角 版本勇人 十穿勝無接連敲安 羊泡馬記選到四壞寶宋 形成五人出局滿壘的大好機會 接下來四番的村田休一不多囉嗦 這棒咬得紮實 小白球一去不回頭 你沒有看錯是發石破天津的左外野方向滿貫跑 生涯第三百五十轟達標 同時更是連三場炸裂 幫助球隊一局追到四比五的一分差距 但是五連勝的歐利士馬上回省 牛朋群合力發揮 接下來強力壓制 七局開始賞給巨人軍九上九下 徹底交襲反哭氣焰 最終歐利士還是以一分差距 強勢拉出六連勝 跨聯盟交流賽還未嘗敗擊 而巨人則苦吞九連敗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